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迎新辞碎活着就是胜利和希望 新丑年仍然在疫情笼罩中渐渐退场 2022年骤人而来 这场世纪的伤痛仍未退潮 北风以千军万马至市横层扫北美中西部 顿时已为平地 人们在四地哀嚎 万恶的病毒向世界伸出了魔手 数以百万计的人倒下去了 亲人挚友挥手告别 他们是等候在后击时的乘客 只是他们已先行腾空飞去 远边的天堂和天国在召唤 摒弃凡尘苦难和烦躁 尘土沙利飞扬的大地 总是周而复始的生生不息 我们正在对瘟疫对决生死之战 科研斗史日以介意的埋在斗士中 医疗营员坚守在防疫的第一线 旭日再次东升 街坊邻居的除草马达生依旧 病魔欲摧毁地球的努力 可能是徒劳无功 在遥远的故土和广阔的大地 继续众多战士之拼搏 活着就是胜利和希望 并满 众四人